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听到吴兆南的名字 是不是就联想到相声呢 其实吴兆南的老本行是一位金剧演员 今年透过国光剧团策划 推出以丑角为主的经典戏码 除了邀请远在美国的国宝级相声大师吴兆南 跨刀演出《打面钢》与《纺棉花》 还有已经退休的金剧名丑刘富雪等人 为中国新年再次粉末登场 大驴都要下雨了 夸张逗趣的肢体动作 金剧中总是担任绿叶的丑角 透过国光剧团的策划 这一次他们全部都挑大梁担任重要角色 也特别从美国邀请国宝级相声大师吴兆南 已退休的金剧名丑刘富雪等 为中国新年再次粉末登场 飞机上回来就是14个小时 那排戏每一次都得两三个小时 那会不会觉得很累 不累 一兴奋就不累了 年迈70岁的刘富雪 接受记者专访时 现场示范了一段拿手丑婆子戏 纵心眼里 那个彩蛋出来 女儿出格打扮得花花 多多多多 这就是这个宋经县里边 这个头一个出场的时候 的一点身段 优雅的摆动行走 饰演潘金莲的七位弹角 各个踩着素有中国芭蕾舞鞋之称的锹 垫起脚尖 穿上像三寸金莲的小脚引出 成为舞台上的另一个焦点 像一般跳芭蕾舞 他穿那个鞋子 他脚可以放下来 但是我们踩的那个锹 硬锹是完全要一直这样立着的 虽然他放在一个小丑小蛋 这种小玩笑系的身上 可是功法的呈现 是看小丑戏其实是最 最必须要关注的 趁年前推出的13株精彩戏马 金剧名林魏海敏 老师唐文华 昆取金声温宇航等 也都加入演出阵容 有了重量级演员的加持 为传统戏曲增添不少看头 新唐人雅的电视成为模拟 李晶晶 台湾台北报道